天地之中,大河之南 五千年前,人文始祖轩辕皇帝在新政出生 连岩帝,湛池游,统一华夏,建舟车,制音律,创医学 中华五千年文明由此开端 皇帝率先民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 但此时征战不断,资源匮乏,不得不四处迁徙 迁徙途中,人单尖挑,俯老邪幼,前行艰难 一次迁徙中,遇水草肥美之地,皇帝惊喜万分 此地极好,部落就在此安居吧 不料,几天后,天气骤变,迎来一场狂风暴雨 大家报警术,不要被狂风刮跑 哎,哎,我的草帽 原草帽被风吹得翻转着向前滚动 却始终不倒 皇帝灵机一动,大风过后便动手,砍树枝,扎木圈 您这是做什么 你看看这个,扎上架子 看看是否能稳稳当当向前推动 若是可以,便太好了 风扣,我们也加入吧 皇帝和大伙一起开动脑筋,不断改进 让他在务时滚动更顺畅,结构更牢固 苍结,这东西叫什么好呢 皇帝手下有个叫苍结的人 对,就是那个苍结造字,那个苍结 他根据这个东西的形状,专门造了一个字,叫车 甚好,让大家都来看看我们造的车 哈哈 于是,车就成了这个新发明工具的名字 后来,苍结和各位大臣商议 命名车又为轩园 皇帝就以轩园命名,称轩园市 传说,皇帝大战池游 派改造成功的指南车上阵 打败池游,一战定天下 此外,皇帝还凿木为舟 真正实现了愈合以舟载人 行路以车代步 牧渔靖爽,一生事 翻家改冩去上 万里江潮旁旁 盛世中画万固宋 盛世花下暮朝阳 暮朝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